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們早上起床了 哇好困喔 啊要上班啦 嗨大家好我阿浩日高浩 今天30萬訂閱的特別企劃 希望大家看一下 我跟豆漿平日都在幹嘛 我們先來幫豆漿準備好餐 果然吃得乾乾淨淨 再躺一下 我們再躺一下好了 我們今天要拍的是平日的一天 那你們知道現在豆漿在哪裡嗎 豆漿現在在這裡 豆漿很聰明啊 看我平常不會拿攝影機 他現在看我拿手機就覺得 是不是要出門了 反正豆漿大家就會出來了 再不出門就遲到了 好那我們就先出發吧 我現在在塞車中 我平常是在竹科上班 因為早上大家都要往園區移動 所以多少會有一點塞車 很多人以為我是新竹人 但我不是 我只是在新竹不小心待了快十年而已 比較像是新竹鬼 但豆漿是新竹貓沒錯 想體驗逆向開車的朋友 歡迎來新竹當工程師 你們看 平日早上都有開放這個服務 左邊這間是清大 一間很多宅男的學校 我在裡面念了學說共六年 反正已經畢業了 再跟大家講個小故事 豆漿其實有偷住過清大宿舍一個月 至於在教官查房時 豆漿還囂張的爬到教官腿上 又是另一個故事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進到竹科了 可以看到左邊右邊 滿滿都是科技公司 這只是其中一條街的樣子 園區大概就是好幾十條這樣的街道總結 到公司啦 包包我一般都是放在雨店裡面 我的椅殿是有特別請人做很開心的設計 那我們就進辦公室壽司吧 這是我的辦公桌 一個主機加兩個螢幕 沒了 為什麼要雙螢幕呢 因為這樣滑臉書跟奶 才不用切來接取 工程師賺了錢都拿去買藥 不是都市傳說 都是真的 這一罐是B群 其他都是眼睛相關的保健食品 我一般是泡公司免費的賣片當早餐 順帶一提 豆漿吃的罐頭大約100塊 這個社會真的是很公平 我白天是研發工程師 晚上有兼拆禪屎工程師跟丟叉部工程師 白天工作的內容跟這張圖878項 我猜各位應該是看不懂啦 沒關係 其實我也沒看懂 我只是盯著螢幕在發呆 不錯 ELBYE 雙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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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 雙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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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雙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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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本是在寶藏的地方 2. 把它把它放在家裡 2. 又在家裡 2. recollect上 2. 乘力 3. 乘力 2. 乘力 2. 乘力 工程師上班其實很無聊啊 整天一直打電腦也不太用說話 這邊提供一個我個人偷懶的小秘訣 就是離開位置去裝水 啊裝完水了好想再偷懶 喝水再喝水杯子又空了 接著就繼續喝水喝水裝水 結果上班上一下設計就變得很黑 啊終於中午啦可以休息一下 一般我會打開攝影機看一下豆漿在幹嘛 怎麼畫面裡面有豆漿 這個時候我會用麥克風叫一下豆漿的名字 豆漿 好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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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普通風 泰 JI 我先吞死 campaign 中午是放風時間 不太想待在公司吃午餐 通常會跟幾個宅男去外面吃飯 工程師們的午餐相當的奢侈 不只翻面 還加大 更奢侈的是還會多點一碗湯 其他人的午餐也都大同小異 都蠻奢侈的 喔對了 連肚子的大小也很奢侈 吃完午餐要回公司啦 上班前再看一下攝影機 因為我剛剛其實沒有看到豆漿 鑽進被子裡的畫面 我以為豆漿又不見了 所以又叫了一下豆漿 豆漿 吃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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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下午精神不济 先買了一杯北宅快樂水 補充一點糖分 又離開位子 不過這一次是去開會 開會主要是跟大家分享這週做什麼 我可能就分享一些裝水的心得 因為下午人不在 所以畫面轉到豆漿那邊 看豆漿在幹嘛 恩 跟豆漿比起來 我突然覺得分享裝水心得 還蠻不廢的 開完會繼續回到位置上 演上班的事 演一演不小心太露氣 回程的時候已經很少 好啦 差不多啦 要下班啦 太晚回家的話 家裡會有一隻貓獅的 狐科下班反而比較不塞車 為什麼呢 對 我們大家都還在下班 啊 下班啦 這個是我買的晚餐 好 那到了今天的尾聲了 讓大家知道 平常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 吸貓 所謂 一時吸貓 一時爽 一直吸貓 一時爽 你們一定想問我豆漿吸起來是什麼味道 其實引起來還蠻像 大典 好 那我們台南的一天 就這樣結束吧 這是我們30萬訂閱的特別節目 那我都很多人想看 豆漿的寵物溝通 那我們就留到 40萬訂閱吧 好 那我們40萬訂閱再見 謝謝啦 掰掰 我還跌尾啦 這裡啦 好 那就這樣相安無事的 一路開到了 租屋處的地下停車場 我們看好一個停車位 剛剛轉好方向盤 準備要倒退停車的時候 我這樣喉嚨 突然發出 的聲音 咁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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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咽 有兩罷了各位